來自冥王星的鬼燈獎 不得了 不得了 今天第一棒就帥成這個樣子 我馬上把你帥到 我告訴你 來 歡迎毛少爺 新出都是鬼 這個跟我比較熟的朋友 都會知道我對這個房地產 其實稍有研究 很多我的親朋好友 或者是一些朋友的朋友 有時候都會來詢問我 有關於買房子的這些意見 那我就唯一只有一個朋友 他是先斬後奏 就是買完了才告訴我 然後這個朋友在做小玉 那我說 那你接下來住得怎麼樣呢 他說他現在要賣掉那個房子 我說為什麼 你不是才剛買而已嗎 然後他就跟我講 他住進去之後的事情 他說一開始其實住進去滿好的 因為那裡其實是人煙稀少 然後每次回去他就會覺得 非常的寧靜很放鬆 從有一天他因為加班 加到凌晨 他回去又剛好遇到了 他的這個電梯在整袖 所以他走樓梯 上去他家四樓 走到二樓的時候 他就發現有一個小女孩 年紀非常小 然後感覺就是 好像窩在那個牆角已經窩很久 然後衣服也沒有換 然後頭髮又捲捲 他臉髒髒的 然後他就瞪大眼睛看著這個 我那個朋友小玉 然後跟他講說他肚子很餓 趕快把他原本買的宵夜 一個包子跟一個優酪爐 就趕快先拿給他吃 然後那個小妹妹就是 看到食物真的也不管三七二十七 就拿來就大口大口咬 就完全不客氣 好巧不巧他電話響起來 而且又是公司的高層 緊急電話打電話給他 然後他又在樓梯間 他就趕快說 他就想說趕快接完這個電話 衝去戶外接完這個電話 再回來這裡把他帶回去 反正他現在也在吃東西 然後不到五分鐘電話講完了 結果一回到這個樓梯間 這小妹妹就不在了 可是奇怪的是 他留給他的包子跟那個優酪爐 還在原地 更詭異的事情 他明明就有看到那個小妹妹 就大口吃那個包子 可是他看到包子的時候 他是完整 完好爐出的 消失的妹妹和留在地上的食物 更驚悚的世界馬上回來 可是他看到包子的時候 他是完整 完好爐出的 沒有被養過 然後他就把包子拿起來 一陣惡臭的 他想說才放了五分鐘不到 怎麼會有這個臭味 他就覺得怪怪了 然後就想說趕快回家休息 就當天晚上一睡覺的時候 他就越覺得不對勁 就睡越冷 冷到他就是 那個棉被怎麼蓋 他還是覺得 就是全身發寒就對了 他想說還好他有 入廚的時候 有朋友送他那個 叫做電暖爐 他就想說要下床去把它打開 他眼睛除了睜不開之外 他身體也動不了 他就使勁的把眼睛打開 他就發現那個天花板 有一層薄薄的霧 感覺好像有點快成那種 半透明的狀態 好像隱隱約約 可以看到樓上去這樣子 然後他就隱隱約約 真的有看到有一個女子 年約大概二十幾歲這樣子 然後非常的瘦弱 然後手好像拿著針筒這樣 感覺好像要施打毒品 離奇的是 那個女子就慢慢的 透過那個天花板 要往他靠近 然後他當然不敢正眼看他 趕快把眼睛閉起來 他的感覺就 感覺到那個女子 離他越來越近... 然後他趕快把頭撇到一邊去 然後就聽到一個很虛弱的聲音說 幫我... 就叫他要幫他這樣 我這個朋友 就完全不敢把眼睛打開 然後就壓緊... 壓根就是把眼睛閉著 閉著...過不久他醒了 也隔天天亮 然後發現天花板也沒有事情 他心想應該就是做夢吧 然後就出門上班了 又是一個凌晨的夜晚回到家裡 然後正當他要打開門 要回家的時候 他就又聞到了一個 非常濃又非常重的 強力膠味 門一打開之後 有一個年約三十歲的男子 要朝他走過來 然後嘴巴一直問說 有沒有看到我家的女兒 有沒有看到我家的女兒 然後他看到那個男子 一樣全身濕濕的 然後一聞就知道 那個強力膠味 是從這個男子身上 發出來的 然後但是小玉心裡想說 他前一天有看到樓梯口 有一個小女孩 他說...他就回答他說 我有看到一個小女孩 就在樓梯間 可是應該被他爸爸媽媽帶走了 然後那男子 也不管他的回應 嘴巴碎念著 然後就往那個樓梯口上去 那小玉心裡想說 這個人應該是有 吸食強力膠 所以腦袋瓜也不清楚 但是隔天 他居然被大樓的 這個交談吵雜聲 然後他碰撞神 吵醒 他心裡想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原本這個大樓 根本都沒有什麼人在進駐 怎麼會有這麼多人 這個雞雞呱呱 在討論一些什麼事情 結果他就出門一看 他每一打開 就看到樓梯間 就有這些救護車消防隊的人 抬著三具屍體 從這個樓梯抬下樓 然後他就有隱約看到 有一個是手有針孔的 然後還有一個小巨的是 頭髮捲捲的這樣 然後最後一句 聽說是從頂樓抬下來的 回來一問才知道 他住的那一棟樓的樓上 就是一個投資客 而這名男子 就是這個投資客的好朋友 那這個投資客 因為他心想說 這個男的都是居無定所 想說給他一個... 因為他會吸毒 就想說給他一個 重新開始的機會 就把他家 就讓給這整個家人住了 結果這三口人還是 沒有走上正途了 最後就是淪為悲劇這樣 那後來我這個朋友 當然也再也沒有回到 他這一個房子去住 然後現在就是準備出手中 但這個經驗告訴我們就是 如果要問我買房子的事 請不要決定之後 再去問我 提前問我 才可以幫得到你們 對 還有呢 找他去看房子的時候 要注意附近有沒有狗仔 對... 來 請坐 媽姐 緊張什麼呢 回的... 我今天要分享這個故事 我今天要分享這個故事 是一個A小姐的故事 那這個A小姐 她因為在公司上班 要住公司的宿舍 剛好前一陣子 她們的公司就是要... 可能要趕著要出貨 所以就比較忙 以至於她在兩個禮拜 都沒有回家 有一天她回家的時候 因為她家裡 應該是說有弟弟跟媽媽住 所以平常她不在家 有弟弟跟媽媽住 她也算放心 但是她兩個禮拜 沒有回家之後 有一天她回家的時候 就看到說奇怪 家裡弟弟也不在 媽媽也不在 她就覺得很奇怪 住到第二天就發現說 奇怪 媽媽怎麼也沒回來 弟弟常常不回來 那是很正常的 可是媽媽也沒有回來 她就覺得很奇怪 在到處找媽媽的時候 就突然找到她離她家 不是很遠的一個角落 種菜是不是菜棚那種 人家會搭一個草棚 遮陽這樣 的一個草棚 她竟然會在那個 那一塊空地上的草棚裡面 發現她媽媽 她媽媽躲在裡面 然後都不敢出來 然後就一直往外偷看這樣子 她媽媽表現得非常害怕 她就說什麼 有個神經病天天都來找她 來整她 把她的頭髮剪得亂七八糟的 然後又把她臉畫得花花的 她頭前講是個神經病 過一會兒她就說是一對老夫妻 也都會來她家 她就 女兒就覺得很奇怪 怎麼會 到底媽媽在說什麼 可是她想說先帶她回家 她可能現在嚇到了 這個所以會油輪刺 那帶回家 跟媽媽心情平靜一點 就帶她回家 回家就把她洗 可是她發現她媽媽臉上 畫得不知道是畫太久了 還是怎樣 有很多是洗不掉的 前一天晚上幫媽媽洗完 第二天早上起來看 奇怪 昨天明明已經洗乾淨的 為什麼今天好像又變得很黑 顏色好像又變深了 她覺得也是怪怪的 她就打電話去跟她的男朋友說 怎麼辦 我媽媽怎麼突然間 我才兩個禮拜回來變這樣 我弟弟也沒回來 那我媽媽又變成這樣怎麼辦 打電話找我弟又找不到什麼 她的男朋友就來她家 就看著她媽媽就說 我覺得妳媽不太對勁耶 好像有一點中邪的感覺 那這樣中邪可能就要去找 這個老師來處理 當然 那就幫她介紹 男朋友就帶著她的女朋友 跟這個女朋友的媽媽 去找程老師 她就斷斷續續地說 她到底這一陣子 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個時候 她的女兒還沒有男朋友 她的兒子又剛離婚 那她想說 那她應該去拜拜求一下 希望大家可以保佑她的兒子女兒 都可以有一個美滿的家庭 那可是她想說 她要去這些大廟拜 有一點遠 這樣好了 就在家門口拜就好了 家門口 她拜誰 所以她就在家門口 準備了貢桌 然後就開始拜 拜拜求大家保佑 希望我的這個兒子女兒 都能夠有美滿的姻緣 都能夠結婚 如果說這個事情成功的話 那我就會準備更加豐富地 來拜大家 所以請大家都能夠拜 拜大家 拜大家 她就拜 好 過了大概一個禮拜 她兒子女兒都交了朋友了 兒子也有女朋友了 女兒也交了男朋友了 這個媽媽就很高興 她就說 你看我在門口拜也是有用的 大家有聽見 所以還是會幫忙 兒子女兒都有交到對象 有一天晚上她就開始 她就做了一個夢 夢到什麼夢到一對老夫妻 來找這個媽媽 就跟這個媽媽說 妳說的 妳的兒子女兒這個 有姻緣的話 妳就要拜我們 要拜 要準備更豐富的來 拜我們 說完以後 第二天就媽媽想說 那是真的有人保佑 對不對 那真的要拜 她第二天又準備得更豐富 又拜了一次 那她拜完了以後 不得了了 她們家來的就更多了 她就常常晚上會夢到 她們家好像在聚會辦派對一樣 就很多老的 小的 男的 女的 很多都來她們家這樣 她就常常就三不五時 就拜一下 三不五時就拜一下 拜到有一天 又有一個男的來 又跟她講說 就很生氣 來她們家就說 妳怎麼這樣子 妳的兒子女兒交朋友 我也有幫忙 為什麼妳都不拜我 那媽媽想說 好 既然妳也有處理 反正多拜一天 少拜一天 她也無所謂 都是拜 都是拜 她就買多一點 第二天就一約 照這個男生說的時間 就拜了 可是拜完以後 那天晚上這個男的又來了 更生氣 就把他們家的那個鍋子 什麼通通都打到地上 然後就把他們家搞得 亂七八糟 很生氣 就跟這個媽媽說 妳為什麼都不要拜 都不讓我吃 不拜我 不給我吃 我都沒有吃到這樣 媽媽說 妳不是叫我今天拜 我也拜了 那為什麼妳沒有吃 她說都被人家搶光了 我吃不到 我不管 就冰露風 把他們家弄亂七八糟 然後就拿剪刀 剪這個媽媽的頭髮 然後在她的臉上 亂畫... 來 畫亂七八糟 這個媽媽第二天起來 一看 不得了了 她的臉真的被畫亂七八糟 她頭髮也是被剪得這樣 跟狗啃的一樣 然後那個屋子頭 亂七八糟 所以是真的 她就開始大罵說 誰誰王八蛋 給我剪成這樣 什麼... 我每天拜你們什麼... 妳還要這樣來整我 來罵 就開始大罵 第二天 第三天 這個男的照樣來她家 每天來亂... 每天來亂... 然後來剪她的頭髮 然後來把她的臉畫... 她就很生氣 一直罵... 可是她越罵 心裡越害怕 因為這個人還是一直來 找她麻煩 到了晚上 有一天晚上 這對老夫妻就來了 老夫妻來就跟她講說 不關我們的事喔 不是我們要來整妳 來鬧妳的喔 是這一個人 就把那年輕的帶來了 年輕的男人帶來了 然後就說 這個年輕的男人 是他在鬧妳對不對 每天都是他鬧妳 所以跟我們沒有關係 跟我們兩個沒有關係 不是我們在鬧妳 他說這個人是誰 他說因為他是一個神經病 他往生前就是一個神經病 所以他那是... 你跟他有理說不清 而且你也趕不走他 這個媽媽更害怕了 因為他說完蛋了 現在拜到這個 是送不走的 惡惡上身了 以至於他的 就好像他現在變得有一點 精神有一點不太正常這樣 這個女兒當然非常的傷心 就帶著媽媽來問媽子娘娘說 那現在到底該怎麼辦 好 那這個... 陳老師看看他 看這個媽媽也是覺得 媽媽也很... 可憐喔 可憐 他不知道他怎麼 怎麼會那麼不懂得 拜拜的道理 怎麼可以在門口拜 他沒關係媽祖娘娘說 要去你家看一看 他到A小姐家一看 才知道問題在哪裡 A小姐家是住在一個 也不算偏僻的地方 但是他們家的門口 的外面的那個山坡上 就是夜總會 那你在門口拜 你要對著這邊拜 那不就是請那邊的 墓園的來嗎 所以就變成 來他們家的人就很多 所以才會這麼麻煩 那後來媽子娘娘就請陳老師 幫這個媽媽怎麼做呢 他要幫他們請地基組 把他們家先清乾淨 然後做結界 然後把這個媽媽也清乾淨 然後告訴他說 以後要怎麼做... 之後這個媽媽 才慢慢地恢復正常 才敢在他們家繼續住下去 所以陳老師就告訴大家說 如果你不好好的照規矩拜 那你寧願不要拜 就不要拜...不要有麻煩 因為你拜錯了 那麻煩更大 會讓你賠更多錢 所以千萬不能貪方便 對啦 好 接下來歡迎高伊林 好 常常死人的味道 那這個故事 是我一個住在歐洲常住的朋友 他跟我講的 他就說 我們就不確切地講 是哪一個國家來的人好了 他說有兩個男生 是超級好朋友 那他們在YouTube上面 才剛剛開始紅而已 他們拍攝的方法 就是去做一些 驚世害俗的事情 去探討靈異 然後夜遊 這樣子壯膽的影片 然後確實也真的得到 很多的迴響 甚至還有一些贊助商的 那種幫助就對 所以他們這次呢 就拿到一個 歐洲國內那種 廉價航空的機票贊助 發現是可以到這個 東歐那邊 是去奧地利這個地方 他說太棒了 所以坐這個火車呢 就到了一個看起來 也不是算太小規模 還算有一點的城鎮 找了一個小小的旅館 確認住了 然後就出來外面 然後找說 這叫POP不錯 我們就進去裡面 喝喝酒吃吃晚餐 隨便再抓一個 叔叔 伯伯哥哥 好 來 問一下 然後一問 真的問到了 他說在這個城市的郊外 大概開車一個公... 一個小時的地方左右 他說有一個 是從二戰時期 就遺留下來的廢棄醫院 他們當地人 不是很確切知道說 這個醫院 原本是拿來做什麼用途的 只知道說 在大概三十年前的時候 有一場大火 然後燒死了裡面的醫生 跟護理人員 約莫大概就七八個人這樣子 廢棄醫院 出過人命 不錯耶 好 決定 第二天休息之後 晚上十二點一過 馬上就出發 他們租了車 到了這個廢棄的醫院 也不是很難找 一下就找到了 然後有那種什麼 鐵絲網圍在外面 然後旁邊還有掛一個牌子 用這個當地的文字 寫說這個什麼 禁止進入之類的 然後就開著手電筒 拍走 鏡頭在後面跟著 前面這個男生 主持人很盡責 這樣不斷地要嚇大家 看到這個細細長長的走廊上面 很黑很黑 然後一照後面 那個門 裡面好像有一些東西 然後用這手電筒掃一下 有一些反光 他開裡面發現說 好多玻璃罐喔 裡面有裝一些奇怪的液體 有的有破掉 然後地上還有一些 小小的骨骸幹嘛的 這時候掌鏡的這個攝影師 他不知道天外哪裡來的一筆 他就跟這個主持人講說 我曾經在網路上面聽到 看到一篇文章 他寫說 你如果要判斷這個骨頭 是不是屬於人的 有一個很陽春的見識方法 不需要靠任何的儀器 然後主持人就說 好...怎麼樣 是什麼 他說你來 你把這個小小細細的骨頭 長長的 然後你拿起來 他說你要試人骨的方法就是 你把它放到你的嘴巴上面 舌頭舔一下 其實如果我們曾經 有送過親人朋友什麼 我們在火化場撿過骨的話 你就看到它上面 其實有很多孔洞的 他說這孔洞 你如果放到這個舌頭上面 它會有那種吸附的感覺 這個就是人骨的特徵 這主持人真的就把這個小骨頭 拿起來這樣 嚇壞了 馬上丟掉 真的是人骨耶 反正在他丟掉骨頭的 這一個瞬間 攝影師他手上這台小機器 砰 跳掉了 機器怎麼會跳掉呢 很緊張 趕快要檢查 然後就把這手電筒 拿過來照翻看 這個壞掉不是一般普通的壞掉 是離奇的壞掉 它是鏡頭整個碎裂 炸開了一樣 那不然就今天到此為止 反正我們在這邊 可以待個好幾天 想走再走 就開車回到旅館裡面 去休息了 一個房間兩張床 一人睡一邊 首先是這個攝影師的男生 睡得很沉之後 他就夢到 在這個夢境裡面 一個很黑 看不著編輯的空間裡 這燈光一打下來 就出現一個人 一個 兩個 三個 在滿他的身邊 每一個都是穿著白袍 他很仔細想要看清楚 每一個人的臉 直到他掃過一張臉 他停下來 因為這張臉是一個女人 一個女護士 他的頭髮 就半邊 很靈溫 這個臉也就半邊 是好好的 有一點點髒污這樣 可是這另外一半半邊的臉 骨骸也都露出來 是被燒焦的 焦黑的 然後你還可以看到 他這個腦子這樣 你懂嗎 嚇壞了 在夢裡面一個大叫 然後就昏睡 好 這個是攝影師男生 發生的事情 再回到這個主持人 他那天晚上他作夢 就覺得說 他才剛睡著的時候 他感受到他這個被子 被拉扯 他很直覺的眼睛 馬上睜開來看 想要坐起來 坐不起來 然後眼睛這樣子 就這樣往下看 往下看 他就看到在他的腳邊 這邊的那個被子 怎麼有好多雙小手 小小的手 像小孩子還是嬰兒的 不知道因為有點瘦弱 而且 骨瘦如柴的樣子 灰白色的 就這樣子抓 抓 好幾個嬰兒 圍了他的床邊 他嚇壞了 整個人跳起來 喘得大氣 想說我到底是做夢還是 是真的發生的 今天早上起來 本來還想說要多留幾天 多去探險怎麼樣的 還想說人家當地還有墓園 可以去拍一下幹嘛 一切計畫都取消 兩個人回到自己國家之後 因為是住在同一個小鎮上面 小鎮的兩邊 一個住東 一個住西 奇怪 本來天天見面的 竟然有大半年的時間 不講話 不碰面 不聯絡 當主持人這個男生 他想到好像應該要去 關心他一下 不曉得回來之後 他還好嗎 他就打電話 去到這個好朋友的家裡面 攝影師的家裡面 結果是媽媽接的 結果他就跟那個媽媽講說 媽媽 這個我是誰 我好久沒跟他聯絡了 想知道他好不好 媽媽就開始錯氣了 他說阿姨你怎麼了 你怎麼要哭 他說你 就是你帶壞他的對不對 你知不知道 你們那一次 從奧地利回來之後 我兒子出了很大的事情 他生了一場大病 他死了你知道嗎 他的右手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出去外面 還是什麼傷口橄欖之類的 就開始有水泡 他是長滿整隻手之後 他每天癢啊 抓 把這個皮都摳爛了 指甲都摳掉了 不講 他到最後那種感覺 好像就是那種 癢的那種感覺 一直要往身上爬這樣 他說他兒子到最後是發瘋了 用啃的 啃到這個手 到最後只能去截肢 可是啃到骨頭都跑出來了 媽媽看了沒辦法 就給醫生看 他說他這樣子再下去 然後會造成傷口感染 然後可能會有蜂窩性組織 或敗血症的怎麼樣更嚴重 一定要解肢 一定要處理掉 可是很遺憾的 在手術完的三天還在住院呢 就因為敗血症 就很年輕的生命 就這樣子沒了 在聽到這邊 大家可能都以為說 這組織人的男生 大概平安沒事啊 他很幸運的一個錯了 他沒有比較好過 他自從回到了自己國家之後 他的頭皮也開始長了一些小水泡 從頭皮這樣子一路往後腦 啪... 啪到脖子 然後順著淋巴這邊旁邊 然後手這樣子整個長上來 然後又從脖子長上來 到他的臉上 然後一路吃到他那個 臉部這邊有個東西 有個神經叫三叉神經 其實很多人也有這樣的問題 得了這皮蛇之後 吃到三叉神經 他那個臉會抽動 臉會歪掉幹嘛的 他覺得每天晚上痛到睡不著 因為那種痛的感覺像是 火在燒他 又像是螞蟻千千萬萬之的 螞蟻這樣子在他臉上 這樣子咬之外 他晚上睡覺的時候 他總是會聽到 耳朵裡面有小孩的聲音 然後原本是從很遠的 小小聲的 越來越近... 近到他後來聽到那個聲音 是很淒厲的在快 他的魔音川腦 他真的快要崩潰了 快要受不了 他想是不是我的腦子裡面 髒重溜 還是我的耳朵有了問題 醫生看通通都沒有 他有一天晚上 他真的再也受不了了 他居然去拿那個 拆信紙的這小刀 就往自己的耳朵給插進去 這樣子把自己的耳朵給挖掉 一直到第二天早上 家人進他房門發現說 你怎麼整床通通都是血 然後那個臉就這樣子 怎麼都爛了 送去醫院 然後醫生看他這個狀況 沒辦法 既然查不出病醫 先住進去精神療養院再說 一進去住 就三個月 好 這件事情就傳出來了 然後大家去查才知道說 原來在二戰的時候 其實東歐那邊 他的戰火是非常的猛烈的 十幾歲 小孩子都被症到去當兵了 更換是新婚的 可能剛好有了孩子 之後想說怕先生 一去回不來 所以想要把這孩子 給拿掉 但是因為奧利那邊 很多的天主教徒 他們是不能夠做這件事情的 所以他們去找那種地下的醫生 做黑的 去幫他們把這孩子給拿掉 那這醫生很壞 他把這些催生出來的孩子 其實是還活著的 然後還有一些難產的女人的 不管是活體 或者是大體 通通拿來做實驗 做什麼實驗就不可考了 但是後來被這一些 怎麼講 這些亡者的家人 給知道了以後 很生氣 所以才會去縱火 一把火 把這醫生給... 還有護士都給燒死 我個人建議是這樣 就是台灣道教聯盟 應該來一個國外藝診團 找國外去辦事 這種事情如果在台灣 我們就去找師父 對啊 來 請投票 覺得故事比較恐怖的 請亮燈 一二三 來 過關來 請換位置 第一道號 這個禮拜是誰呢 柔兒 大家好 我是柔兒 對 那我今天是要來分享 一部影片 大家可以先看影片 影片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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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其實是我朋友 他之前跟他男朋友 一起去馬來西亞參加 另一個朋友的婚宴 對 然後因為現在很流行 就是邊走邊拍 就是拍看到的東西 所以他就跟著他男朋友後面拍這樣 然後這個粉色衣服的就是他男朋友 對 然後一開始拍的時候都很正常 但是後來 當他發現他回放的時候 就看到一個 就看到剛剛這個很像 鬼影的女生的臉 出現在他影片裡面 然後他就覺得很可怕 而且他說 就是這個女生好像 有發現我朋友在拍他 所以就馬上就牽下去 然後就消失不見 然後他那時候就馬上傳這個影片給我 我那時候 人雖然在台灣 但我看了還是 就是整個晚上睡不著這樣 而且他說他男朋友 在馬來西亞那幾天 脾氣變得很暴躁 但其實他男朋友 平常是很溫和的人 然後對他也是就是百般呵護這樣 可是在那幾天就是 會為一些小事 莫名其妙生氣 而且就是會一直說他頭很痛 但明明就已經有休息了 還是沒有好轉 對 就是有點困擾我朋友 所以想要請問一下小娜老師 就是這個女生跟他男朋友 有什麼關係嗎 還是有什麼需要解決的 在婚宴上竟然出現鬼影 少洪卿老師告訴你真相 想要請問一下小娜老師 就是這個女生跟他男朋友 有什麼關係嗎 還是有什麼需要解決的 我建議不用自己嚇自己 對 因為我沒有從影片中 感受到那個很強烈的那種 針對性 逆路空間的那種 譬如說侵略性或者是惡意 那可能是在拍的時候 因為在往下持續 看是不是可能是前一個人的背包 或者是衣服上面 後面的T恤之類的 影像 影像的殘影 有可能是這樣 我沒有刻意感受到什麼 不要擔心 好 好 謝謝 來 請回座 接下來歡迎李洛陽先生 樂園鬼孩 今天要分享的故事 是我一個朋友她叫做佩文 那她是一個非常喜歡去遊樂園 遊玩的一個女孩 很活潑 那在兩年前她的生日 就決定跟她當時的這個男朋友 去日本一個非常有名的遊樂園 慶祝她的生日 在她生日的前一天 就抵達日本 然後去入住那個遊樂園附近的飯店 結果這個朋友佩文 在睡覺睡一睡 差不多已經睡著了 那半夢半醒之間 她就聽到了 砰砰砰 砰砰的聲音 好像是跑步的聲音 那她就覺得很奇怪 然後眼睛張開一看 看到一個人影 很快的 就消失在她前面 然後跑到廁所裡面去 她就有點緊張 想說應該可能是自己 應該是剛入眠的關係 然後可能看錯或者是聽錯 那就這樣過了這個晚上 那到了第二天 這對行旅 佩文跟她男朋友就很開心的 然後到了這個很有名的這個遊樂園 所以他們這個時候就分開去做各自喜歡做的這個活動 然後佩文就想要去這個卡通人物館 然後進去之後呢 排著排著排到了 剛剛好就排到了巫婆屋 走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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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發現怎麼好像燈光越來越暗 越來越暗這樣子 那也慢慢地走到了一個場景 布滿了枯樹 然後很像一片森林的感覺 然後這時候就有一點點害怕這樣子 走著走著 想要趕快地結束這個行程 趕快走出去找男朋友 但她發現怎麼走 怎麼繞 怎麼走怎麼繞 就是繞不出這片森林 那就在這個時候呢 突然碰的一聲有人撞到她 有東西撞到她 她就害了她差點跌倒 就是她回頭一看 發現有一個小男孩 有一個小男孩撞到她 她就想說 這個小男孩怎麼會出現在這邊呢 是不是她也是迷路找不到爸爸媽媽 就問她說 弟弟你怎麼會在這邊呢 你是不是找不到爸爸媽媽 我可以一起找出口這樣子 那腳弟弟看著她呢 就一言不語 又往前走 往前跑 直接跑掉 那她就趕快追了上去 想說可以跟這個小男孩一起 然後找到出口這樣子 然後追著追著發現 很奇怪 為什麼追不上這個小男孩 她好像 不知道這小男孩跑得太快 還是她跑得太慢 所以她一直追一直追 但邊追邊往前走的同時呢 看到前方有一處亮光處 想說會不會是出口 一走出去 發現沒錯這就是出口 一走出去就發現 她男朋友在外面 一直在找她在等她 那男朋友看到她就有一點 就很擔心 但又有點生氣 就說搞什麼鬼啊 為什麼失蹤這麼久 我們分開的時候 是上午十一點多的時候 然後你看一下現在的時間 現在是下午一點多 所以等於是 佩文剛剛自己在那個烏婆屋 大概困了兩個小時左右的時間 她覺得非常的奇怪 然後她就問男朋友說 那我在出來之前 你有沒有看到一個小男孩 從出口跑出來 她男朋友就說 沒有看到啊 她一直都在出口前面 所以如果有人出來的話 她一定會看得到 但是她沒有看到 那男朋友就說 好啦 我們現在趕快去 把其他沒有玩的設施 趕快玩一玩 因為難得來嘛 然後接著他們就去到了 這個遊園火車 那這個遊園火車是可以 環繞整個城堡 然後看到很多的漂亮的風景 這個火車的這個座位 一排有四個人 那他們就坐了上去 正當這個列車 準備要開始行駛的時候 這個門要關起來的時候 突然在佩文旁邊 就啵啵啵小拿 又跑出來了 然後就跑到 跑到她的座位旁邊 然後佩文就想說 是不是剛剛這個小男孩 要轉頭跟她男朋友講的時候 男朋友手機響了 好 手機響了拿起來 講電話講事情 朋友想說 好 沒關係 那就等她講完電話再說 回頭要問這個小男孩 就說 你剛剛為什麼 都講話都不回話呢 就是突然撞到我 然後突然跑掉 也這樣子很沒有禮貌 知道嗎 那小弟弟還是沒有回話 他也不知道是不是 可能語言不通 或者是小弟弟太害羞怎麼樣 那就一句話都不說 那這個時候她男朋友講完電話 看到了佩文這樣的狀況 他有點嚇到 他就問佩文說 你為什麼要跟空氣講話 旁邊沒有人 然後佩文就很奇怪 他就說沒有 旁邊明明就有個小男孩 這個小男孩就是我剛剛 在烏火烏碰到的那個小男孩 然後她男朋友說 完全我沒有看到什麼小男孩 然後佩文非常的緊張 覺得是不是看錯什麼東西 趕快回頭看 那小男孩真的不見了 她心裡想說 會不會真的是碰到一些 不太乾淨的東西 正當她這樣想的時候 然後轉過頭來 正前方 小男孩就出現在她的眼前 兩眼直叮叮的看著她 看著她的同時呢 小男孩的眼睛 鼻子 嘴巴 甚至是耳朵 開始緩緩慢慢的流出血來 她就流出血了 接著忙就跳出了車外 那佩文像這樣緊張 大叫一聲尖叫 有小孩跳到這個列車外面了 那現場所有人都是 嚇了一大跳 遊客也嚇了一大跳 想說發生什麼事情 那設施這個時候也是停止了 然後但是下車之後呢 佩文跟大家講這樣的狀況 現場所有的人 奇怪的是 都沒有看到佩文口中 所說的這個小男孩 那佩文就想說 今天生日來這個遊樂園 原本是開開心心的 碰到這些事情 也沒有什麼心情繼續玩下去了 就跟男朋友說 我有點不舒服 那我們就回飯店休息 那回到飯店之後呢 佩文想說發生了這麼多 奇怪的事情 想說是不是遊樂園 有什麼事 有發生什麼故事 她就上網去搜尋 整個歷史資料 新聞資料 然後看到了一則新聞 這則新聞是說 在好幾年前 有一對夫妻 那帶著他們的小孩 是一個小男孩 去這個很有名的遊樂園遊玩 然後就在搭乘 他們剛剛搭的這個 遊園火車的時候呢 因為小男孩相當的調皮 然後就是發生一點意外 他跳出了這個列車 然後跌落在距離地面 大概兩樓高的這個地方 那就當場死亡 那在這個小男孩故事的地點 在之後呢 就改建成了這個佩文 今天一個人去遊玩的 姑婆屋 就是那個地方 然後又往下滑 看到說原來那天 這對夫妻帶這個小男孩去 也是要去慶祝 這個小男孩的生日 看一下這個小男孩的生日 日期 跟佩文的生日是同一天 那剛剛好 在今天他們去遊玩的這一天呢 就是小男孩過世的第五年 他們當時入住了飯店 就是他們現在住的這間飯店 他想說 哇 不會這麼隨 住同一間飯店 去同一個地方玩 還要住同一個房間吧 正當他這樣想的時候 砰砰砰 這個腳步聲又傳來了 昨天晚上出現的那個人 又再度出現了 很快地 又跑到了廁所裡頭 這個時候佩文 就已經快要崩潰了 邊哭邊鬧 然後也不管他的男朋友安慰 趕快拜託他男朋友 我們趕快Check out 趕快退房 離開這個地方 那因此這個男朋友 就趕快好... 兩個人就整理經濟行李 然後退房 然後就離開了這間飯店 兩年多來 他也都是完全沒有踏進 任何一間的遊樂園 也不敢再去玩這類的遊樂設施 可以算是對他的人生造成 滿大的一個陰影 不是 去遊樂園是這樣 其實有一些比較光明面的地方 可以 對 膽子不夠大 真的不要進那個什麼鬼屋 我都不敢進鬼屋 我也不是很恐怖 還有一種人嚇人的 這個才會嚇死人 來 覺得這個故事 比較恐怖的 一 二 三 好 來 請回出 我今天要分享的是 我一個朋友叫小陳的故事 三十年前就到泰國去投資做生意 他去短短的幾年 他就賺了很多很多的錢 人一賺了錢心就花 所以他在泰國那個時候 他就包養了三個女孩子 其中有個女孩子 後來就懷孕了 那他就跟他說 我懷孕了 我們可以結婚 我們把孩子生下來好嗎 可是我那個朋友 那個時候還年輕 他賺到錢 他玩心又很重 他怎麼會想結婚 尤其是他也不想跟當地的女孩子結婚 他想就跟他說 他說 我還不想結婚 這樣子好了 我給你一筆錢 你把孩子拿掉 然後這個事情就算了 結果沒想到 沒多久我就聽到一個消息 就是他那個女孩子 竟然是跳樓自殺了 他在當地很多人 就受到很多的批評 就說他是一個 一個復興漢 他們一良心的人 結果他心裡也是覺得 很大的折磨 後來他想 算了 就不要待在泰國 他就把工廠賣掉了 把泰國的錢 全部轉投資到越南去 我說你好聰明 那個時候越南也才剛剛開發 他看了一塊地 他就想說 蓋一個廠房 蓋一個工廠 可是那個看風水來以後 就跟他講一句話說 你不要在這邊做投資生意 我覺得你很不適合這裡 所以你趕快離開這裡 他說為什麼 為什麼我不能在那邊 我弟都買了 我怎麼不能在那邊做投資 那個老師就說 因為我在你的旁邊 看到一隻令旗 什麼令旗 是什麼令旗 讓人連生意都做不了 驚悚內夢 馬上回來 什麼令旗啊 他說反正我沒有辦法告訴你 為什麼 但是我就跟你講 你真的不要在這邊做投資 你趕快離開這裡 我就不信那個老師講的 我還是把地買下來 他就蓋了廠房 結果就蓋好以後 沒多久 他就接了一些訂單 那工廠就開始運作了 結果 沒有想到多久之後 他工廠 突然間爆炸 有人跟他說 工廠的機器爆炸了 可是他很多東西 都在他的辦公室裡面 還有很多貴重的東西 他就衝進去 要去拿他那些東西 結果不小心 他的臉就被火給燒了 那燒了以後 很痛以後 他就跑出來 人是沒事 活著 但是他整個工廠都燒了 屋去馬黑了 但是他整個臉好像 送到醫院的時候 醫生說你的燒傷 已經很嚴重了 等於是你要直皮 就是要切除很多皮 然後重新要幫你做一些手術 可是再怎麼整形呢 還是很畸形 因為整個都變了 所以那段時間 他在越南 他就心情就很難過 因為錢也沒了 人也變形了 那朋友就幫他介紹了一個師父 進去的時候 那個師父就看著他 我就跟他講 他說我看到一個女人 身上的怨氣很重很重 那他身邊有一個小孩 他說 一個女人身邊有個小孩 他說我只能告訴你 這一些其他的 我不能再告訴你的 因為這叫天機 好了他沒辦法 就謝謝師父 他就離開了 他想 一個女人帶一個小孩子 有這麼大的怨氣 難道是我已經泰國 那個我請他離開 那個女人 他不甘心不放我嗎 好 那既然如果是他的話 那我應該會去泰國一趟 我要去泰國把原因找出來 後來他就回泰國了 那去回去泰國的時候 他問了很多朋友 他們都說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也沒有告訴他什麼 他是想一想 他想到那個女孩子有個塔位 他就跑到他塔位去看 就看到他塔位的時候 上面那個塔位上面 有張照片 他看到塔位的 他嚇死了 因為那塔位上面的照片 不是他女朋友 既然是他的照片 那時候他也不知道 從何是好 他只好回台灣 他們就去請教一個 就是會通靈的老師 就是帶他去 那個通靈的老師 一幫他通靈的時候 就跟他說 你的問題真的是很麻煩很麻煩 他說 其實那個 怨氣很重的那個女人 真的就是 你當初逼得她離開 跳樓自殺 你的那個女朋友 但是 他在自殺之前 就已經把你下了降頭 讓你諸事不順 所以他跳樓自殺之後 他很多的怨氣 他就跑到去找炎羅王 所以炎羅王就下了一隻令旗給他 但那個通靈老師就說 只有一個辦法 你把你的生辰包子告訴我 然後我現在做一個假人 我全部把他 把你整個毀掉了 燒毀掉做法 等於你這個人 從此在這個世界上消失了 沒有這個人的 但是你要改名換姓 然後你要多做善事 一定要做善事 不然的話 你真的命都不薄了 所以他就說這十五年來 他一直在廟裡當志工 然後做好事 做善事 平常就是燒香念佛 然後回向給他以前那個女朋友 所以他的命才能夠保住 所以他跟我講這個故事之後 我覺得 男人真的有了女朋友之後 還是要負責任的 對 就是有時候想起人之福 並不是那麼快樂的事情 你這樣結論是什麼 你是什麼表情 你結論是什麼 對啊 我結論講 其實我不一定是很快樂的事情 怎麼覺得今天康哥講的話 好多畫面 那我是中立的 隨便你想 來 覺得這個故事 比較恐怖的請量的 一二三 阿姨 關獎 是我嗎 是... 有 來 玩具 玩具恐龍糖 你看 有沒有 有沒有 阿飄要搶屍 還是好 可是如果 厚更嚴重 我們不負責 謝謝 我可不可以打你一下 不要啦 謝謝 節目最後還是一如往常 要呼籲大家 多做善事 多幫助別人 然後不要做惡事 好不好 因為惡有惡包 謝謝大家 too 我是 你 過分 小燈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